主要是讲到有关这个第六次上课 今天第七次 那等于还有最后 下礼拜是最后一次 还好没有遇到廉价 因为这一期课程遇到太多廉价 所以这一期是 我上课有史以来 是上最久的一次 因为又中间新年过年 又旧历年又过年 所以时间相对拉得比较长 不过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多练习 然后多了解 因为像这种课程 要一下子马上学会 其实还是会有问题 除非你本身基础就已经很好了 否则的话你可能要吸收 这个我想还是非常花时间 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实做 因为这东西其实是 如果你真的学会 是因为你做了 你做了出来的时候 才是真的算是学会了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其实你好像是懂非懂 而且即便你知道 但是你做不出来的人还蛮多的 知道跟会 或者是说很会 或者到一个 专业等级其实是不一样的 Label是不同的 很多人其实都懂 学校有时候甚至有教过 但是很多人其实也做不出来 那差别其实我觉得还是在 就是你愿意花时间去实做 其实做了之后 你大概都会知道该该怎么去应用 如果你会用你会做的话 你就自然比较知道该怎么用 不然的话很多人其实学了之后 学半天奇怪 怎么还是不会用 而且还用不出来 因为你其实真的 还是跟他很陌生 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还蛮建议各位 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另外的话 我是觉得有系统 有效率的学习也蛮重要的 我们主要就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 标准化流程该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先从比较简单 突发亮刚不用讲了 太浪费时间了 那至少你要最低限度 你一定要熟悉Excel里面的 比如说常用的函数 或者甚至是进阶跟高阶函数 那些函数的话 像礼拜的话 我们讲到像 三波达跟三米福 或者是相关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那些函数都没办法满足 你工作需求的话 那你可能要想想看 怎么利用VBA 怎么把那个 就是函数转换成VBA 那当然我主要是 举一些例子 就是怎么样转换的过程 跟各位做分享 因为其实很多方法 跟坊间的书籍也不太一样 那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些 那最后是讲到 有关那个教师研习的 那个统计表 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的话 请各位待会 还是再把它开起来 数学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教师 这个数学函数的 综合练习的教师研习 这个统计表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说 本来这边启用内容 这个范例 主要本来只有序值2 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个序值3 一个是入门的 一个是进阶的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是差在 那个进阶班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这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所以把它删掉 然后并且的话 把这个时数全部改成2就对了 所以改为改完之后的话 就长这样的 本来1到14 那你改完之后就剩1到12 少两个人 那时数的话呢 全部都两个小时 那也就是说呢 后面这两个工作表 基本上就是你可能 你要加总的 那个两个工作表 也许未来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很多个 那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把 序值1是总表 那这个总表就是说 这个老师在后面的记录里面 他出现的次数 要帮我把它加总起来 OK 所以应该还记得 这个上个礼拜部分吧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主要是怎么了 把这个公式做完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 并且可以让他 把结果给算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奇怪现在游标放在这边 其实他背后 应该会有个公式的 不过呢 我上礼拜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可以先把这个范围全选 确定说他是有锁定 那另外最重要是隐藏 如果你不希望他的公式呢 被看到的话 那你可能要 把那个地方隐藏给打勾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再到教育里面 会有一个所谓的保护工作表 那因为我已经保护了 所以你现在 你不能看到 另外你要修改 可不可以修改 你也没办法修改 那如果说当然呢 你已经保护了 如果将来要取消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取消 但是呢 你一定要知道密码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资料呢 给其他人去共用 去使用的话 那当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会被篡改的问题 所以你要做保护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你在一般工作上面 遇到很多的争议都是 到底谁改这个资料 是你原来就已经是这样子 还是后面有人去修改 这个就会有争议 所以建议还是你给别人之前 你要先把该锁的锁起来 否则的话未来很麻烦 那你怎么证明说到底原始的资料 是长什么样子 OK 所以要不就你先把它保护起来 设一个密码 比如说我这边设一个1234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背后的公式就出现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锁定 我再把那个上个礼拜重点 再回顾一下 那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上礼拜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先插入一个 3米幅的函数 所以我们用 那个数学三角 数学里面的倒数的 那个3米幅这个函数 那3米幅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range 第二个问题是criteria 那range跟criteria是一组的 意思就是在哪个范围 要找什么资料 那因为以这一题的逻辑来看 要到后面入门班 跟进阶班的这两个范围里面 找什么呢 找有没有这个老师存在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把什么呢 他的研习时数加过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跨工作表的需求 所以我上礼拜讲的1 range 切到序责2 所以切到序责2之后 他会多一个序责2惊叹号 表示说呢 你的范围是在另外工作表 2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谁 再点一下criteria 点一下 他会帮你跳到序责1回来 去找谁呢 找目前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B2 OK 所以因为呢 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他不会显示序责1经常 因为同一个工作表不需要 啊 sum range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颠倒了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指的是这边才对 我要去这个范围里面去找这个老师 所以刚刚如果你假设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嘛 这个是你要找的条件 这个一定是一个范围 所以上面一定是什么呢 大瓜虎开头 大瓜虎接头 后面的话就是你要加总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上面资料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对应 如果刚刚是数字 跟那个Crivalium 两边没办法match的话 那显现你的公式可能有问题 好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算出来了 OK 那0个小时 不过向下填满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部分的话 待会那个范围要固定 所以把这个范围选举按F4 然后这边选举按一个F4 或者你前面 只要在列号加前的符号就可以了 其实蓝号前面不用了 所以你那比较标准的话 就在3跟16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就可以了 OK 按个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算出 不过这个时候只有算出 那个入门的 那进阶的话呢 当然把它加一下 把这个前面的公式 最简单的方法就把这个公式 再把它复制 复制到后面 那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工作表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 工作表名称 我是把它改成序质3 所以这两边要match 之前有同意 好像没有改跟我一样 结果做就是修改 好像改跟我一样 但当然结果不对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 少两个 所以把B16改成B14 好 那就是意思是说 加入门班 再加上进阶班 那未来如果你还有第三个 你就继续加 第四个第五个 好 不过 以这样来看 那 那个用公式的话 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工作表数量少 你可以用串 一直加 但是如果你将来 工作表很多的话 可能它研习次数 超过十次的话 你还是可以加 只是说加 哇 你会发现真没有效率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就可能需要用VBA了 OK 那VBA里面还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都是Sales 储存格物件 Range是范围物件 那如果说呢 未来 你要指的是哪一个工作表的话 它会有一个叫 蓄持物件 那蓄持的话 就是这样 加一个S 因为它有很多个 蓄持物件 后面刮虎 你可以告诉他 哪一个工作表 你可以用数字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点后面就是 跟他讲哪个范围 也可以做出那个 就是大范围 加个回圈 那就可以大量处理多个工作表的问题 不过 那个可能又稍微更复杂一些些 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 把它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它变成VBA 那所以呢 我上个礼拜讲到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呢 回圈 For I 所以这边把它 我把它稍微移过来一点点 至少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 拽写风格 那这个上个礼拜东西 那我这边的话呢 有多做了几件事情就是说 我用回圈输出 但是呢 我这个先不要加这个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执行 然后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前面讲过 然后呢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C栏 输出什么东西呢 这一串 基本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刚刚写的那个公式 所以原来是长这样的 这清楚嘛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取笑一下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后面这边来 不过贴上之前 我有讲过了 几个原则就是 第一个 你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刚好没有 所以不用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 有没有利号会变动 利号怎么知道变动 你就点这边再点下面一个 你观察一下 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数字是变动 那一个数字就是将来要改的 这边变嘛 这边变 所以基本上 刚刚你就切一下 你会不会这个变 跟这个变 那将来这个就是I了 有没有 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而且我强烈建议 这个输出公式 这个部分一定要很熟 以后至少怎么样 你最低标准 至少你要能够把你原来公式变成VBA 最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这一招了 OK 这一招至少要会吧 以后的话 反正你暂时想不出VBA怎么写 没办法你先用这一招先顶着 至少可以变出发样来 如果你一会来 你要把它写的更 就是你不要贴公式 你要把它全部写成VBA化 那你就是再去延伸 没关系慢慢来 那你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累积经验值 如果你可以达到 以后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的目标的话 以后你工作起来 真的全部都可以自动化 一键完成报表 这个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的 而且以后你会发现 真的我说 你会慢慢会 对这一个事情 你会越来越着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会一直很 一直想要多知道一点 多知道一点 很多每天每天感觉都在进步 工作起来其实会觉得很有冲劲 有非常这感觉 因为我每天每天感觉 其实还蛮期待上班的 因为上班的话 就会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就有挑战 有挑战的话 我就可以又学到一些 我可能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每天每天都有挑战 感觉其实还蛮愉快的 我不知道 这是我以前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这样反而你工作上会有很多乐趣 而且你也会感觉到 你每天都在进步 好像都蛮光明 每天醒来就感觉 每天都很愉快 对我好像 有玩不玩 其实我把这当成玩 玩不玩的东西 这种乐趣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贴过去 这一串 复制过去 所以这个刚刚 有些东西因为前面讲过 我就不在最处 所以我把它贴上 然后把这个B怎么样 把它选起来 B2的2 双一号两个移到中间 M的两个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再把那个空白一下 有没有 就差不多 再把这个 复制贴过去 复制贴到这边 2 贴上 其实如果你熟的话 说真的 这个西松平常 很快就做完 再来的话 就做两个按钮 一个清除 一个输出 OK 但是这边会有个问题 我们刚刚多做一个 就是先全选 按右键 有一个出唇和格式 那我上一周 我讲到就是 我先确定 它里面有一个关键地方 就是保护 里面有没有锁定 有没有隐藏 如果它本来没有 锁定没有隐藏 那表示你做了保护工作表 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一定要全选 确定说 它是有被锁定 就是那个有保护 告诉他 我这个要保护 那个要取消公式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去做什么 保护工作表 加密码 再输入一次 这样的话 它才会发生作用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现在按VP 会怎么样 保护咯 VPA可不可以破除保护呢 按一下看看 清除 马上出现什么 错误 为什么 因为它真错一下 它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你要丢进去 我没办法 无能为力 为什么你保护了 你叫我执行 不可以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 动态的怎么样 先让它取消保护 再清除掉 再把保护加回去 这样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即便你这个工作表有保护 我VPA也可以运行的很顺畅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这边 待会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何在VPA里面 就是动态的 就是取消保护 就是有点像怎么样 你要到这边 取消保护输入密码 对不对 按确定之后 然后呢 但是你已经清除完之后 最后还要再把保护加回去 所以要做两次 可是问题来了 要把这个动作 怎么样变成VPA 这个待会我们来 就来讲这部分 其实这个东西 基本上很重要 可是这个坊间的书籍 刚好都很少提到 后来同学问到了 他说老师我工作表 很多时候都会保护 那怎么办 你这样子没有讲到保护 那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他看很多书 很用功 但是找不到答案 待会我就来跟各位讲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去用VPA 动态取消保护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上个礼拜的 这个部分 先开起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你有没有办法动态的 把它做保护 动态先取消保护 再动态的加上保护